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有的话藏地的净土宗经典是不是完备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因为净土宗的目标就是往生 但是往生的条件 很多法师讲也不一样 因为有的法师讲要念得一心不乱 要念得是一心不乱 要念得清净心 有的法师讲 就是往生没有条件 阿弥陀佛平等就度 你只要是相续称念 就能往生 所以说对于往生的条件 这个一心不乱的含义 在这里请看不开示 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有个大德开始说 这个念七遍阿弥陀佛心咒 等于诵一千遍阿弥陀佛的名号 这个有没有经典依据 因为在汉地的五经议论里头 都是讲这个名号的 没有说这个咒比这个名号还殊胜 所以这点也请看不开示 谢谢 好 他提出的问题很好 第一个问题 藏地实际上净土宗的依据 还是依靠净土经 净土经 汉地有五经议论 就是五经议论 其实五经议论就是阿弥陀经和无量寿经 还有观无量寿经 然后大势智菩萨愿通藏和普行行愿品 这是五经议论的话就是往生问 那么我们藏地没有五经议论的说法 其实五经议论是汉地个别大德这样讲的 那么我对五经议论很有信心 五经议论里面我想一生当中为了创造因缘 人生很难得说实在创造因缘 五经议论全部讲一遍 然后我现在已经讲了阿弥陀经已经讲完了 然后无量寿经讲完了 观经讲完了 大势连同藏也讲完了 还剩下普行行愿品 没有死的话以后一定要完成 还有《往生论》很短的 有贪乱大事的讲义 所以这两个应该能完成 但我们藏地虽然没有说五经议论 实际上阿弥陀佛的《无量寿经》还有《弥陀经》 这两个是在《大藏经》当中有的 然后观经没有 观经没有的话我想如果我有时间 虽然我意的不一定很好的但是不管怎么样 自己也是为了将来的往生净土 创造一种福报或者因缘吧 想准备把观经翻译 有这个想法 藏地的很多大德主要是《无量寿经》还有《阿弥陀经》 后来的宗喀巴大师 梅彭仁波切 撒迦派的周围大师 盖吉派的周围大师 他都有各自的修法仪轨和理论的窍诀相当多 包括一些佛藏品当中也有很多很多 这样藏传 汉传真正往生的依据和往生的方法方面 没有很大的差别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 第二个问题关于往生的话 在藏地来讲也有各个大德可以说众所奋运吧 我讲《观经》的时候尤其是在后面部分讲 可以说九品往生九品往生在这个地方有不同的因缘 后来尤其是我讲到《观经》的最后下下品的时候 我自己感觉是有一种把握 我给很多人讲了包括我给很多藏族人讲了我很想翻译 如果这个后面部分翻译出来条件不是很高的 我们谁的好好的念佛应该有机缘 当然藏地也是有说法 往生极乐世界必须要具足四种因 观想阿弥陀佛和清醒刹土 需要积累资粮 净除罪障 发菩提心 最后发愿回向需要往生极乐世界的四个条件 也有这样的说法也有疑心不乱 疑心不乱是当然极个别大德说的 但是真正要像荧光大师所说的那样 疑心不乱的这种经济作我们凡夫人来讲是有一定的困难 但我自己认为按照《观经》后面的部分所讲的一样 那个里面作无理的人造五种五无间罪的人 都是可以有往生的机会那这样的话 应该我们很多人只要好好地念佛好好地发愿 但汉地的念佛跟我们念佛有两种意思 这个大家可能要注意 他这里的念就是一念的念 因为一念念的词也是当下的心 他对心有一定的关系 所以现在很多人一说念佛的时候 光是口里面念佛 就认为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才这样念佛 但很多人观想佛是最关键的 所以念佛里面我看到很多汉地的经论 应该是这个念佛不仅仅口念 心难以忆念 如果这样一定会是能往生 遣除罪障以后可以往生 第三个问题 这位大德其实是 你的这个问题应该是问他可能找不到他不然 因为他说的不是我说的他说如果念一遍心咒 然后能代替一千遍佛号的话 那么应该是他来回答 但是我个人的看法这种依据是没有看到过 虽然讲了你阿弥陀佛的名号有多少功德 或者心咒有多少功德 就是这些讲了很多的 但并没有说是念了咒语的功德大 就是这个方面我是没有看到过 但我没有看到不一定什么有 所以最好是找到他 我是宗教研究中心的研疑学生 然后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想请教一下您 一个问题就是您刚才讲的那个 就是学术和修持 就是学术研究和修持所得到的结论是不一样的 那我就想问您就是这个 学术研究能不能和那个修持 就是很好的结合起来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 第二个问题比较浅薄 就是以前我看到一本书 就是很有名的一本书 叫西藏生死书 然后我翻那本书翻了好几遍 我始终都看不进去 然后我想得到你的一些指点 或者您对那本书有什么看法 想请教一下 学术研究跟实际的修准应该可以结合的 这叫做藏地叫闻思修行 闻就是先听闻 思再进行思维他的意思 然后修行所得到的意思 完全去实际行动当中去行持 这叫做修习也叫做传习 其实学术我就认为是闻和思 这两个应该有的 因为对这件事情是没有好好思考的话 可能是不行的 所以一个是听闻也有 看了很多论典还学习 闻和思应该有 但是后来的修行很多人都没有 比如说藏地密教的很多的修行佛 包括人生难得 数迷无常 我们一说数迷无常的话 很多人认为这是非常简单 也没有什么可修的 包括有些刚刚学佛的人 已经学了很多年的人 他觉得是没有什么 但是你真正最后去实际修持的时候 哇 一刹那一刹那真的是无常的 从自己心理思维的结果 光是口头上说一说 或者在书上写一写的 这个不相同的 所以我们这个叫做文思修行兵性 可以这么说 所以作为一个学术的话 有些历史心都可能没有什么修的 你知道这个事就可以了 但是密宗的有些包括信心也好 智慧也好 一些道理的话 就像宗喀巴大师讲的有一个 出离心 菩提心 无二慧 这是学佛的最根本 这三则你要完全明白的话 可能通过很长时间修行以后才能得到的 所以我觉得佛教的有些教义 真正从心里开悟的话 这个修行没有是不可能的 你刚才说的第二个西藏生死书 你实在看不进去的话 我找不到这个原因 我也想不出什么样让你看进去的话 是不是喝咖啡啊或者说 开玩笑啊 实际上这本书应该是在国内外受到了很多人的欢喜 因为它是什么样呢 其实西藏生书我也看过 我看的是汉文本 看了以后我的感受是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中阴法门 我们汉藏地有两华生大师专门有一个中阴法门 中阴法门上面他就加了一些 包括他跟他根本上师的对话 西方某某人得爱症的故事 这些人穿插一些现在西方人喜欢听到的 现代人喜欢关心的有一些道理 加在里面然后编写了这本书 应该是这样的 所以你如果看了以后 实际上如果你看得深一点的话 应该是梁花生大师的《中阴窍诀》 大家都知道《中阴窍诀》在西方来讲是非常受到欢迎的 为什么呢 西方很多人最后到了身体不舒服 心情不舒服 尤其是要面对死亡的时候很多人都有恐惧感 后来中阴法门受到了非常大的很多人的欢迎 当时释迦仁波切把中阴法门的有些内容 跟现在人的心情进行结合而编写出来 这样我想西藏圣诗书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就是他对自己的上师 自己的老师有非常大的恭敬心 这个我的度后感是这样的 因为他处处都是他今生当中所得到的这些知识 全部是他老师的恩德 所以我觉得这是他最感人的地方 他始终从头到尾全部都是感恩他的老师 第二个他对当前的生活跟佛教原始的教义 完全都是可以搭配 然后让展现在我们有缘者面前 所以如果能继续再次读 你如果不是特别困难 还是再继续读 就是也许看不进去 法师您好 我是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的博士豪 那么对于这一块我坦率地说 我是孟晚安 你不懂啊 那么这个机会请教一个问题 那么我请问的问题是啊 从这个藏密的这个思想出发 您觉得 那么当前我活的教育 我们这个主要的问题表现在哪里 该怎么录起 录后来解决 好 谢谢 我是这样认为 从藏密的思想出发 对教育也没有什么很多的看法 但是从佛教的思想出发 我觉得现在的教育的的确确 就像北大有些教授所提的一样 现在存在着有一些问题 尤其是对传统文化没有重视 现在很多人包括前一段时间 发生的小约业事件 还有前一段时间发生十三亿人 没有救到一个老人的这种说法等等 有很多时间现在在我们社会当中 层次不穷地会出现的 所以我们教育以前得财兼卑 应该得益在前面 然后有才华 但现在光是重视一个分数 重视一个外在的躯壳 所以教育的核心就是要做人 作为一个四海院校 可能最注重的应该这个人 以后到社会上是怎么样做人 怎么样服务社会 怎么样孝顺父母 在这方面是基本的一个原则 可是现在很多教育的理念 包括有些老师教课的时候 我也了解过很多 老师自己连做人的基本原则都是没有的 但这些都是我想 可能文化大革命种下的种子现在慢慢成熟 但现在要准备有些改革很有必要 这个改革可能其他方面都改不了 应该把得益的教育放在树位的时候 教育才有希望的 这是我们佛教徒也是这样认为的 我像其他宗教和其他老一辈的 懂得传统文化的人应该是这样的 否则很多人学习西方的一些思想 西方的思想当中也有好的 也有不好的 所以我对教育方面还是比较关心 但有时刻也是实无可奈何 好 谢谢 好 谢谢 向西方国家传播 我想提到堪布的一个问题就是 藏传佛教在阿拉伯国家的传播情况 堪布能不能给大家做个介绍 应该说现在藏传密教在西方国家传播的 这个是二十世纪当中 就像唐安毕博士他说过 我们到后来的人们要回顾二十世纪的时候 最有意义的 最有趣味的 甚至他的重要性超越原子丹和清丹的是什么呢 就是佛教传越西方国家 这是他的原话 从他的这些语言来看 的确是藏传佛教在西方受到的尊重 本来西方是一个基督教非常兴盛的国家 但是因为藏传佛教的 有些我刚才讲的一样 心灵的一种调整法非常好 我经常想有些老师也好 学生也好 不管是你的名声财务再怎么样最后还是离不开生老死病 以前看到很多科学家和他们的政治人物 最后面对生死的时候大家都很需要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藏传佛教确实是一个特别深的佛法 然后你刚才所问的在阿拉伯国家到目前为止据我了知 可能并不是弘扬得很广大 在苏联 在蒙古 还有包括新加坡 马来西亚 澳大利亚 这些方面应该是藏传佛教 如今应该说在各个大学 院校 前一段时间我看了一下美国各大大学 包括耶路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 哈佛大学为主 大概我再说了一下十七所 十七所学院大学里面有藏传佛教的研究中心 在我们这个学院里面有美国大学里面的博士后 他出家我问了一下他们 他们说根本在基本上他们所去过的学校里面 都有不同层次的研究机构 所以对他们来讲对藏传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看待 但阿拉伯也许可能有一些中心或者有些 默契在战争当中在战争当中 但是不知道怎么样情况 您好 我是宗教中心的硕士 我问了一个问题 很多藏密的佛法神在一些学术著作中 他们的记录很详细 分类也很详细 然后在圆编的查详中他们的记录却很少 关于他们的出处了 起缘了等等的这些 请问一下他们平常的记录是在哪里的 请问一下 护法神其实汉地的一些佛教历史当中 也是有一些个别的护法神 就像是切楠等等他们的故事一样 我们在藏传佛教里面尤其是在佛藏品里面特别多 当时莲花神大师来到藏地的时候 受到了很多藏地这些妖魔鬼怪的阻碍 莲世一夜的降伏 降伏以后在莲世面前承诺以后弘扬佛法不坏人 这个可能我刚才讲的一样 可能信仰的基础上才可以成立的 有了信仰的确也是在藏地的护法神 就是特别特别的稀有 包括在藏地的历史上看 比如说第五世达赖那妈圆寂的时候 依靠护法神的知识当时当得智商家讲座 他把第六世 他的圆寂已经保密了十五年 第六世人历之前都一直保密着 这些如果故事真的看非常有稀有的 让我自己的一些起身体会 我们以前去不丹国家的时候 当时在那里有一个叫子门护法神 在子门护法神他是可以降临的 降临的时候本来这个人根本不懂任何的藏语 但是他降临护法神以后 他用我们非常流利的藏语来沟通 这是非常非常的稀有 包括我自己当时在旁边上师灌顶的时候 降临护法神的时候 自己身体有特别多的感应 这些感应的话 别人可能没有信仰的人跟他说了 他认为我在说谎可能不一定是认可 但不认可也好 认可也好 事实就是这样的 所以说在藏地的包括金刚五 很多都是对他的一些不同的怨源 这些全部都是专门护法奠基的历史当中有的 但是现在真正翻成汉语的不太多 不太多 师父你好 我是这个刘老师的学生 今年是硕十三年级 我想关于这个教理方面向您请教一个问题 就是那个我们知道在印度这个大宗佛教以后 它中观维持之间虽然后来这个有不同 但是在后期他有汇流的取势 而且形成那个就是中观一家派这样的 但是到后来传到藏地以后 这个像宗喀巴他就是据我有限的了解 他应该是站在 主要是站在中观的立场上 所以后来我们看这个近代的时候 进了个内地的法尊法式 他也是站在中观的立场上 甚至对为时思想有一种平和的一种倾向 这个这几年发现在国外的这个研究中观的学者 他们似乎也有个受这方面的影响 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 第一个问题就是 据您的了解 整个这个藏传佛教到今天为止 对这个为时思想它的看法 第二个问题就是您个人 对于中观为时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适量态度 这样的 其实藏传佛教也并不是对为时不满或者为时不吃 也不是这样的 按理来讲当时唐玄宗他在印度一直有好多为时的上师 然后在汉地来讲 历来都是对为时比较重视 表面上看到好像藏传佛教对中观重视 汉传佛教对为时很重视 互相会不会有一些矛盾呢 其实也不是 我们藏地虽然包括宗喀巴大师和法尊法师 他们在有些论主当中对为时宗的有一些波斥 但是这些波斥并不是说他的真正的教义波斥 这是对观点水里为时和水脚为时的有些观点 他们在承认观察生意地的时候 成为有一个不空的所谓的明星石油 当然明星石油是按照第三转法论如来藏的 本来面目来说的话这一定是可以的 但是威士忠在暂时显现上没有这么说 在生意当中也是具有这样的明星 通过中观观察的时候可能没办法成立的 所以在显现上波斥的时候这是在生意当中波斥 而世俗当中实际上宗喀巴大师和瑟斗士承认万法为心 像《诗地经》 《威士经》 《威士论》里面所讲的一样 万法为心造的道理是承认的 关于这一点包括我个人 刚才你第二个问题结合起来回答 我个人认为为时和宗观没有任何的冲突 没有矛盾 而且这种不矛盾 合而为意的观点 应该我前几年翻译过一个 麦彭仁波切的《中观专闻论识》 《中观专闻论识》它既要建立中观的思想 又要建立威士的思想 威士和中观在大乘佛教来讲是不可缺少的理念 应该《中观专闻论识》里面非常详细的细致 已经讲得清清楚楚 所以特别希望很多人 虽然《中观专闻论识》是一种细微的理智 比较难懂但是可能学习了以后 才知道《中观思想》是站在什么样的角度来 建立自己的思想 而为世间在什么样的立场开始建立自己的观点 应该中间的不同点和相同点就一目了然 开始你们一种开始问了 任务清题目 我是来自青海的丧作学生 我是咱们宗教研究中心的博士二年级 我想请教的就是在我的家乡 那么就是咬批斗他嘛 然后再马上 然后绑着他在去批斗的这个路上 他就获证了这个红身 那么飞往进叉了 那么在这个 对于这样一个 就是不知道 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听说您能看吗 藏族应该用藏语来问 这个五八年的时候 我们藏地确实也发生过 这样的一个叫堪布采望日子 他以前去做青派的 到那里一直上师 后来在批斗的时候 当时堪布坐在一个山东 还是在寂静的地方 当时要求开大会必须在那批斗 他们把他骑在牛还是马 那上面路上已经飞了 很多人都是觉得有点稀有的 但这个事情我也原来有怀疑过 包括我们慈征罗珠堪布也有怀疑过 然后到底是事实还是不一定正确 后来慈征罗珠堪布是有一次 我们学院里面的一个大堪布也许你们知道 有一次我去美国还是在那里新加坡 我回来的时候给他买了一个鼠标 过一段时间这个鼠标没有 我说你把它扔在那里 他说我坐路飞 包一个车跑到青海去 专门调查财望人生喇嘛的故事去了 那个鼠标叫色库 当时在国外比较好的叫色库 然后当时堪布亲自到当地去了解 其实当时有几个现任人现在还活着 有些人不敢说不敢接受堪布的采访 有些人现在还可以 现在因为政府方面没有什么关系了 现在已经退休了 已经个别人 所以整个情况确确实实是这样发生的 那么这个是堪布专门有一篇文章 希望你们好好地看一下这篇文章以后 才知道是真实的故事 后来我们也通过各方面的了解 的的确确在那个时候他是一个洪生城 因为当时现任人出现一个狂风的时候 堪布一边念咒语在空中飞得越高越高 后来这些人特别惊讶 然后他们下来的时候都不敢说 说是路上死了死了以后买在那里就回来了 他们就开始吹怒 没办法了 就全是这样的 现在他们还有几个当事人活着的 一个一个地在当地去 他就先在所有的地方去财富 所以后来又做摄像 露音全部都真实的 这个是一般人看来特别稀疏 我刚才讲的金剑比丘你的故事一样的 我们藏地也有很多 比如说佛教师里面有个叫做阿尼曼摩 他和他的眷属也是飞往清净刹土的 我们一般现在的人可能说来都不一定相信 不相信也没办法的确也会有这样的现象 大师您好 我是咱们学校出版社长 我就是在读佛子行 今天有些问题理解的不是太清楚 就是有一个瑕满人身 我希望您能讲解一下 其实瑕满人身就是远离八种无瑕 获得十种圆满 比如说八无瑕 地狱 饿鬼 旁生 长寿天 遍地等等 有八种无瑕没有修行的时间空 特别特别忙就像现在的人一样 每天都是一年比一年忙 但是越忙越做不出来什么事情 所以很多人都没有修行 现在很多修行人也是说忙得很 修不了法 这叫做无瑕没有空气的时间意思是 然后满的话从自身的五种圆满 他生的五种圆满 这些都是在《大圆门前行》里面都讲得非常清楚 所谓的下面两个字 韩伯您好 我想问一下就是说 不知道 你是 我是 宗教研究中心严三的学生 也是这里的 然后就是 我不知道藏传佛教里面 有没有依法不依人的这种说法 或者说经典依据 您怎么看的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 就是说 现在不是从你们那边过来的金刚萨多修法吗 就我个人的浅见 我觉得就是说 是不是一般的修法都会 它是一个系统性的 比如说会有前行 有就是后面的一整套系统 然后依据各种各样的经典 那么当金刚萨多修法出来的时候 它这一套的系统性 比如说我们应该去读一个什么样的经典 跟修法相适应 然后它要求的前行是什么样的 好 就这两个问题 我们一半 那么佛经里面有时候说 以法不依人讲死意的时候 有时候说依止善知识 表面上看到好像是不是善知识也是人 是不是也不能依止啊 其实不是这个意思 在我们的藏地依据里面 就是有叫做我以前翻译过叫 叫建议会见 文库仁波切的 这里面讲的四义 大家讲得比较清楚 其实以法不依人就是说 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所谓的佛法里面的内容要移植 比如说修处理心 修菩提心的话 法很重要的 如果人他的名声很不错 他很有财富 人们现在很多人称为罪行族 有了名声 这样的话大家都是追着他 但是他到底说的那些合不合法根本不堪的话 这种人是不能依的 依法的时候怎么样依呢 依法的时候必须要具足一个法相善知识的上师 这个必须要依 如果你没有依的话 佛法再具有智慧的话 《华严经》当中所讲的一样 没有善知识的引导你不可能精通的 所以你这样的法必须要依靠一个上师 但是在这里有没有依人不依法的过失是没有的 因为这种法没有依靠上师 你就无法解开他的生命面上 所以一定要依靠善知识 现在有些人说藏地是皈依的时候皈依上师 然后汉地不需要只要皈依三宝都可以 有些人这种说法我觉得这个不合理的 一个是汉地也有四皈依的 唐朝有一个叫瑜伽修法 有一个瑜伽修法仪轨 里面说皈依师 皈依法 皈依佛 皈依神 四皈依都已经讲了而且汉地也特别喜欢皈依 皈依 办皈依证 我们藏地一般没有办皈依证的 三宝弟子就可以了 不需要办皈依证 但汉地的话还是办皈依的人比较多 但是皈依可以皈依 你如果三宝的终极也可以代表三宝可以皈依 可是在皈依的时候你要懂得佛教师 就像世间的大学一般大学教育的内容很重要 这个教育的内容相当是破法 但教育的内容是依靠谁来指导呢 应该依靠老师来指导 如果你没有依靠老师的话 教育的内容再好也可能你没办法 所以这个之间的关系应该这样来明白 可能好一点这是你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金刚萨埵的修法 其实不管是密宗的任何一种修法 金刚萨埵有兼修和一些复杂的详细修法两种 如果你有一个兼修的话 前面就像我刚才讲的一样 汤密的观想方法 观想一个单身的金刚萨埵 你自己好好地念忏悔 发光融入 忏除自己的一切罪障 这是不需要很多的灌顶更多的前行 你这样忏除的话也可以 汉传佛教当中也是汤密里面有很多 依靠咒语包括能言咒语念咒语观想佛陀 这样在显宗当中也是有的 但是你如果更深持地观想一些 就前行里面所讲的那样 必须前面有一个人身难得 皈依发心这些基础 因此藏密为什么每一个仪轨前面有一个皈依发心 然后念仪轨最后作回向 这个原因也是这样的 你的基础你要皈依三宝的一个对佛教有信心的弟子才可以 然后这种人还要为一切众生发心的在基础上 你才可以修这个皈依 所以他为什么每一个仪轨前面有一个皈依发心的原因也在这里 咱们法师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焦虑一下 张老师 一个首先说我对藏传佛教非常尊敬 他们是神正的宗教 所以我在这提个问题 一个是十轮 十轮思想 就是十轮逆宗吧 什么时间 从什么地方传造西藏 在西藏是如何发展的 张老师 张老师 十轮金刚 十轮金刚 实际上是释迦牟尼佛还没有涅槃的前一年 前一年的 我们藏医的三月 就是十五号 在那个时候到印度南方的一个叫做密吉塔 密吉塔是原来90年的时候我去过在那里看过 原来在这里面有个特别大的塔 就是释迦牟尼佛在那里给有缘的眷属 已经讲了十轮金刚 所以十轮虚谱 佛陀亲口说的密法 有些人说佛陀没有说过密法 其实这说法是非常不合理的 十轮金刚是亲口说的 现在也是印度一直保护着这个地方 叫什么地方 叫密吉塔 对 印度南方 后来龙猛菩萨为了保护这个地方 在外面做一个石墙 但后来因为印度受到毁灭 佛教受到毁灭的时候 那些石墙基本上都是现在不复存在了 但后来后宫时期的时候 有一些仪师把十轮金刚的法要移成藏文 现在格鲁派 尼玛派还有绝朗派 好几个宗派读完整的石墙金刚的修行 石墙金刚的灌顶还有它的续部全部都有 我的上师如意宝 以前在87年到五台山 86年1986年的时候 大概有好几千个人坐过一个石墙金刚的灌顶 石墙金刚的灌顶人们都特别特别喜欢结束的 而且石墙金刚的法要 跟人内在的气满明点跟外面的七十节 结合起来的一种圆满的宣说 人体和外面七十节宇宙的关系这样的一种续部 包括我们尼玛派的全知弥彭仁波切 大概有可能一千多页大概是上百万字的论书 现在也是人们经常学习 所以在藏地来讲 石墙金刚的弘扬师各个寺院都有他的书 有些修行 仪柜等等包括标志也是在爱家爱户的门口挂着的 就是这样的 一层汉语的有部分的一些仪轨和这方面的一些历史 九能派对石墙金刚特别重视 是我们藏传当中是这样的 上师 您好 我这个问题也是回到我前半研究的三十天 这个问题希望法师能够开始 这个呢 是跟我前面的一个心路历程是有关系 因为我前面这个硕士是学心理学 然后博士呢 又是做哲学 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很多 我曾经原先呢 就是很喜欢西方哲学 认为这个德国的黑格尔的小逻辑呢 当时我是作为我的指路明灯 很这个 很近西方的这种哲学的思维方式 但是后来呢 当我这个进入到这个为石啊 移民啊 展现的这个世界当中呢 我就感受到呢 我原来呢 就是跟咱们佛教有很强烈的 就是体会到那种亲近感 我用亲近这个词啊 有这个亲近感 所以呢 我就 由于我前半这个学术的原因 那我就开始这个研究这个 主要从这个为石移民路手啊 开始这个 仔细地研读这个移民正理能论和移民路正理论 这两个部份 现在呢 国内有一些学者嘛 尤其是学术界呢 顽固的就是不承认这个 呃 陈那菩萨呢 就是有这个 认为呢 他的这个移民呢 只有限量和比量 呃 对这个圣教量的作用呢 和这个 始终呢 顽固的也不承认 他们用纯粹的逻辑的一种 形式逻辑推理的方法来研究嘛 有很多缺陷 然后我也写了文章呢 对他们已经 呃 这些方面呢 提出了很多质疑 有一些呢 也已经发表了 呃 因为我读那个 从这个 正理能论呢 我就认为呢 这个 呃 陈那菩萨的观点是很明确的 如果细细地研读的话 你又有所体会的话 圣教量一定是 占有一个 占有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而且圣教量和限量比量 应该是一致的 不能是分开来看 呃 我的意思呢 就是 呃 呃 小伙伴上师呢 您对这个 限量比量和 圣教量的这个关系 呃 陈那菩萨的这个 呃 这个 呃 这个音名呢 呃 您的这个观点是 是 呃 什么样的 好 那个 你们一方面是 这是 国家教育部知数的一个 高等元下还是有特殊 第二个方面你们很多都是对佛教的研究 所提出来的问题都是经过思考过度 这样子还是问题很有这种意义和价值 我自己认为每一个老师也好 同学也好 都问问题都是实际的一些问题 我想刚才这个老师说 问的这个道理应该很好 其实现在应该值得 需要思考的 一般来讲我们的逻辑推理是有生意的逻辑推理和世俗的逻辑推理 生意的逻辑推理是龙猛菩萨的观察方法 这一点你刚才讲的赫格尔的论证法 辩证法 实际上有一个以前前苏联的叫做七二八次纪 他说龙猛菩萨的逻辑推理跟赫格尔的逻辑推理完全是相同的 但后来我也喜欢翻了一些赫格尔相关的则理方面的一些书 其实他所讲的应该是一些现象上面的 并没有切入到更深的像龙猛菩萨在《中观根本会论》里面 所讲的那样的我有这个看法在某一个层面上 应该说对物资的或者对心事的真正的神神奥秘 所以不能彻及到龙猛的思想的究竟胜处 关于藏传佛教的因明应该说这个思想在藏地来讲特别的活跃 也是应该很有意义的 为什么大家都知道藏地的辩论并不是为了查诫 为了我因你受不是这样的 其实通过辩论进化人形而且真正的一些疑惑根本上是遣除 所以这是学英明的话特别重要 我都像现在汉传佛教也好南传佛教也好好多佛教团体 其实是学了英明的一种基础的话 可能很多问题不会有一种模模糊糊的感觉应该是这样的 那么在这个时候可能有些人认为 必量和限量是我们可以以逻辑推理的 但是较量不常染这种观点实际上的确也是不合理的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教量它是必量的一部分 我们可以这样那必量一部分 怎么样身教对方承认呢 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学习《释量论》的《释量品》 我最近跟个别的人还是在讲《释量品》 因为《释量品》是很重要的 我们经常说释迦牟尼佛是粮食佛 释迦牟尼佛说的是对的 释迦牟尼佛说的要对的话 这个是我们怎么样论证 释迦牟尼佛是真正的说不旷语诈 真实实语诈 这一点在法乘论师的《释量品》当中一一地论证 这个论证的方式有两种 以前格鲁派的一个特别出名的叫做阿拉夏 他是很早以前的 他专门写了一个释迦牟尼佛成为粮食佛的论典 那么这个论典先知道释迦牟尼佛的佛法是正确 然后用这个释迦牟尼佛成为粮食佛 或者我们《释量品》当中所讲的一样 释迦牟尼佛成为粮食佛 然后以他所说的完全是正确 所以这个当中所谓的脚量成为必量的话 他需要通过一段推移来进行论证之后才能成立 光可能说一下我们对《金刚经》当中所说的话 那么信仰佛教的人他可以承认的 但是不信仰佛教的人他不一定成立的 但是这个我们应该是用 十尊成立为粮食物以后才可以成立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金量论》里面所讲的道理 我们可以单独安利一个粮 但是这个粮也可以在笔粮当中的 因为这个是《释量论》的第一个 也就是颂词里面的《金量论》的《释量论》 可以成为释迦牟尼佛成为粮食佛的依据 我还是有一个小问题 就是我发现了密宗就是西藏的佛教 在西藏特别有吸引力 然后在德国的话 西藏的佛教特别是八十年代比较成功 然后我想问一下 因为我感觉我们西方人对佛教 特别是对西藏的佛教的理解 特别表面上 特别 就是我们对佛教的理解特别简单 很简单的一些道理 可能能理解 但是深刻的这种理解 我觉得很难 然后我想问一下 就是西藏的佛教 在西方传教的时候 应该吸引西方的文化 还是也要调解原来西藏的文化 这个会是一个冲突 还是在这个文化适应的过程当中 西藏的佛教也会有一些变化 是自文化 这样的 其实西藏的佛教也可以说藏传佛教吧 藏传佛教的确如今很多包括汉地 还有西方国家和德国 英国等等 这些地方有一些吸引力 但我在想主要的原因 一个是西藏的佛教 藏传佛教依靠以前的这些大德们的教言 非常现实 它并不是完全在一个理论上 也并不是完全搞一种学术或者形象化 不是这样的 它很多包括现在一些菩提心的修法 密宗大圆满的知智信心 直接断开烦恼的修行 特别有简单 有容易是这样的一种 所以我那天看到光是美国波士顿 在那个地方西藏的中心有三十多所 一个城市里面都是 一般的佛教在他们那里还是很困难的 这样的 所以这个问题主要的我认为 一个是传承的窍诀 还有一个仪轨的监狱 再加上西藏历来特别重视真正的学习 现在我们的很多佛教成了一种形象 这个形象化永远也是存在不了很长时间 他们很多人问我 佛教是什么 佛教 磕头是不是佛教 摆佛 扫像是不是佛教呢 我说这是佛教的一个形象 有部分的一些 是不是它是真正的教义呢 真正的教义是我们修菩提心 修很多的道理才是真正的其中的教义 所以佛教是我们心上按理的 并不是形象是 我扮一个皈依证是不是佛教徒呢 也不一定 我穿个出家人人佛 我提个光头的话可不可以呢 也不一定如果提个光头 如果真正出家人的话我跟那个女教授也是 所以我想出家的话出家有他的内涵 佛教有佛教他的教义 因此它的关键在于西藏到目前为止 虽然有历史的改变风风雨雨 但是的确是我自己认为 因为我多年以来对汉传佛教 南传佛教 对很多都是还是表面上也了解了一些 但了解的过程当中为什么这么多人吸引呢 他们都不是什么啥子 大家都会在真实的受益 包括有些大学生现在现实主义 对自己真正有利的去演艺学 没有利益的讲故事 讲民间的这些都不需要 谁都不愿意接受 所以很多人通过西藏传来的一些菩提心的修法以后 确实在生活当中起到一点的真实的作用 所以这是古内外的任何一个人 面对烦恼 痛苦的话 谁都有 减少痛苦的 今生的痛苦 来世的痛苦 谁有这个方法呢 就像一个很好的药一样 就是大家都愿意这个接受 因为我们这个实践关系 我们今天就在这儿 我觉得今天呢 我们请索达基堪布呢 将荡传迷教的特念及其思想精髓 主要呢 就是围绕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来展开 那么他对这个荡传迷教的这个概念问题 荡传佛教的这个离世 他的这个形成 尤其呢 这个荡传佛教跟韩传佛教之间的 这个离世上的这个交流 这个尤其在这个通过的这个 寅度深入这个 这个韩帝深入之间的这个东建之争 这些呢 做了这个很系统的 比较这个清楚的呢 给大家呢 这个做了这个报告 另外呢 尤其对这个宁马派的这些很多这个 这个教法 尤其他的这个打远门 发的这个传证 这个歌我们也做了很好的 一个开始 那么 因为这个事件的关系 这个法师教完以后呢 大家呢提了很多问题 那么这些问题呢 这个涉及的面很宽 有的呢完全是充学术问题 刚才这个一关 瑜伽为师的问题 移民学的问题 这个还有一些呢 也是非常尖锐的 大家都想知道的一些 这个就是说石宫金刚啊 他们的这个形象呢 应该怎么去理解 法师呢对这些呢 做了这个一一的呢 这个很好的回答 我觉得这是呢 我们今天呢肯定是 如果大家以前对早餐离教呢 有一些这个 不是很清楚的一种概念 那么今天呢 应该说概念还是很清楚 我想大家呢 肯定呢 今天受到这个法师的这个 用佛教的话来说 就是开示 对我们来说 一个精彩的一个报告 肯定呢 各有各的这个收获 我们呢 这个热烈的掌声呢 再次呢表示 就是感谢 我们宗教研究中心呢 这个 现在呢也是今天 从今天呢 这个大家也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对脏传佛教也是非常忠实 以前呢这个脏传佛教这方面 我们研究的不是很多 这个我自己呢 也以前呢 也稍微一些舍略 没有更多的研究 那么现在开始呢 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集园 希望呢以后呢 这个在脏传佛教方面 得到这个 刊部的这个支持 也希望呢 得到这个 我们在座各位法师 局势 尤其我们学者们的支持 我们把脏传佛教 这会儿也好好做个研究 大家刚才提的问题里边 都能看得出来 脏传佛教在西方那 非常流行 那么他有一套严密的 这个佛教的 这个佛学的这个体系 尤其在隐敏学 逻辑学 这个 还有佛学的这个薄弱 这个中观 瑜伽这方面 他保留着 唐朝以后的 这个引渡佛学的进化 那这个呢 因为唐代以后呢 咱们雷迪纳 这个中断了 这个佛学 但是在脏传佛教呢 他可以说 有一句话 他一直到这个西藏 所以西藏呢 保留着比较完整的 后期佛教的 主要的这个内容 所以这个呢 我们呢 现在这个 从学术上 这个学术方面来说 还是呢 闲事当中的这个 发挥尊教的这种呢 积极的这个 作用方面来说呢 研究脏传佛教 确实很有意义 也希望呢 以后大家 来共同参与 支持 我们把这个脏传佛教 这一块的学术领地呢 我们也好好做一做 这个 希望呢 得到大家的支持 那么今天呢 非常感谢 法师的这个 这个报告 原来是两个小时 后来就等于是 现在是两个半小时 一直到五点了 他已经非常辛苦 这个 再次呢 感谢 我最后又感谢 大家们 参与 大家来听教 感谢 谢谢 谢谢 谢谢